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說說外交部長王毅說金磚國家組織抗原有力回擊了雜音和抹黑 其實這次抗原令西方十分震動,沒有阻止金磚抗原 而歐盟外長就說,將會帶來一個非西方國家的聯盟 金磚國家會議落幕,但全世界仍然被金磚組織抗原的餘震影響 南非總統馬福薩在24天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金磚聯盟峰會上宣布 沙特、伊朗、阿聯酋、阿根廷、埃及和埃塞俄比亞 將會在明年1月1日加入這個組織 這個組織的名稱也會變成Briggs Plus,即是金磚家組織 美西方對此極感關注,在西方看上來 這個組織將會制衡西方的地緣政治和經濟主導的地位 外長王毅,陪同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 王毅向隨行記者總結這次行程 他說習主席此行對南非作為國事訪問 這就是一場親切友好的中國南非雙邊訪問 也是一次舉世觸目的多邊之旅 普遍認為它有戰略意義 發映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推動建設、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的努力 取得重大進展 王毅有提到金磚組織抗原 說這個合作機制開啟了新的精情 金磚組織也亦發展壯大 並且受到絕大多數國家歡迎 另有個別國家不願意看到 抱持冷戰思維、唱衰金磚合作 想方設法、分化離間 在這個形勢底下,金磚國家領導人會不成功 召開並且賣出抗原的歷史性部分 明確發出金磚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團結合作攜手前進的響亮聲音 有力回擊了集音和抹黑 增強全球南方國家 聯合志強的信心和底氣 王毅提到金磚機制抗原有個別國家不願意看到 相信就是指美國 之前外國通訊社說到 印度和巴西反對金磚國家組織抗原 但是巴西很快就澄清了 不過印度就拖了一段時間 相信中共也做了印度的大量工作 在金磚會議之前 中印有比較友好的互動 金磚國家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 7月22日 在南非舉行的時候 王毅和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 舉行了雙邊會面 還有就是王毅和多瓦爾 都明確提到兩國的戰略互信這四個字 要知道中國和印度之前 由於邊境問題 兩國關係一度降至低谷 更加不要說戰略互信了 即使之後兩國關係很轉 但也遠遠不到戰略互信的地步 但現在中國和印度 同時強調戰略互信 說明兩國都打算在關係方面作出改變 中印關係出現重大轉向 之後兩國就在邊境問題上 達到一定程度的共識 8月11日 金鑽峰會正式召開前一天 印度終於在抗原問題上鬆了 印度外交秘書圍內 在接受訪問時表示 對於金鑽抗原一事 印度始終抱有積極意願和開放的態度 但他同時表示 今次最終可不可以抗原 就要看各方能不能在加入標準 和原則上達成一致 他這樣說就顯示 印方在抗原一事上 態度已經軟化 美國搞局不成 這麼轉抗原成功 美國暫時顯得比較低調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在12月24日就這樣回應 美國將會繼續和世界各地的夥伴合作 但歐盟就講得更加直白了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 美國國級代表芙蓮利 8月25日在西班牙佩拉約國際大學 參加一場活動時表示 金鑽國家抗原 將他帶來一個非西方國家聯盟 芙蓮利說 這幾天我們看到 金鑽國家是如何擴大 距離囊括了幾乎佔全世界 一半人口的不同國家 芙蓮利說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昨日解釋了其餘國家團結起來 意味著什麼 所有其他國家都被動員起來了 當然我沒有什麼好反對 但我們就開始看到 出現了一個極點 將西方意外的一切都聚在這個極點上 在芙蓮利的話中 不難聞出一股酸味 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在白日四天 在金鑽領導人會晤後表示 擴大之後的金鑽國家組織 將會成為基於聯合國原則 繼未來公平和多極世界秩序的關鍵之處之一 他說 這個世界新秩序 將真正尊重聯合國原則 這樣與美國目前 在柯蘭問題上 推行的所謂虛偽議程不同 拉夫羅夫還說 在七個集團 即是G7裡面 戰略路線是由美國定的 而在金鑽國家大家庭 就秉持著實事求是的原則 每個參與者都是平等的 如果有人對這個或那個決定不滿意 就意味著不會達成共識 值得注意的是 金鑽國家機制 在全球熱度持續升溫 部分西方政客就非常擔心 歐洲投資銀行行長霍爺 針對不少發展中國家 對金鑽國家組織表現出的熱情 他發出警告說 如果西方沒有更顯著的作為 他們有可能失去全球南方國家的信任 美國國家雜誌說 金鑽機制項員表明 任何渴望消除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的嚴重缺陷 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多次失敗 未能夠實質性地支持全球南方國家的兩個核心要求 第一經濟發展 第二主權保障 這樣就產生了對世界秩序的替代結構需求 可以這樣總結 一、金鑽組織抗原 加入六個南美中東非洲大國 這個組織的影響力快速上升 成為一個非西方的聯盟 第二 美國曾經想靠印度反對金鑽組織抗原 但最後中印講解數 印度不再阻止抗原 打破了美國的預算盤 第三 美國事後保持沉默 但歐盟外長庫里利 就直指金鑽國家抗原 將它帶來一個非西方國家聯盟 第四 其中美博弈上 美國似乎接不到上風了 另外想講講 台灣當局沉默了一個星期 終於發聲 他們不希望終止 加入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一個星期前 國家商務部發言人 公布對台貿易迫類調查的最新進展 並表示 將會依據相關的規定 研究終止兩岸經濟協議框架下 比台灣的慣術優惠 大陸有意停止兩岸經濟協議 被視為一個窮台令 消息一經公開 立即在台島上激起軒然大波 政商兩屆人士議論紛紛 起中立位男人士看來 兩岸經濟協議幾乎是台灣的命脈所係 一旦中斷 勢必對島內經濟造成沉重打擊 而陸營人士就一味打腫臉充肥佬 一味強調兩岸經濟協議對台灣無關痛養 即使大陸撤斷了它 也有民主夥伴國去兜底地說 而台灣當局就一直保持沉默 直到一個星期之後 台方陸委會回應才是山山來遲 陸委會副主任詹盟智 在記者會上說 兩岸當年談判兩岸經濟協議 基本上是遵循世貿精神 最後達成共識簽署協議 經過各自內部程序生效 在這個框架下 設立業條溝通機制 大陸方面如果有意見 歡迎在機制下主動提出 讓雙方尋求解決途徑 畢竟這牽涉著兩岸經濟貿易維繫的問題 他甚至指兩岸經濟協議 並非台方單方面收益 而是兩岸互謀其利 因此台灣當局也不希望 大陸貿然終止兩岸經濟協議 兩岸經濟協議 是海和兩岸之間的雙邊經濟協定 由台灣政府在2009年提出 當時馬英九想借此加強台灣經濟發展 後來在2010年6月19日 在重慶市簽訂第一次協議 後續本來還有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保障 及爭端解決協議等等 後來馬英九政府在2013年6月 再和大陸在上海簽署相關的服務貿易協議 大陸仍借此搞事 說簽訂服務協議 可能令台灣在經濟和政治上 更加受中國大陸操縱 結果就爆發反復貿易協議的太陽花學運 令到這個協議被擱置至今 在兩岸經濟協議的框架下 截至於2022年年底 大陸累計對台灣的關稅減免高達85.2億美元 島內有2100家企業利用相關的協議優惠政策 在大陸提供服務 反觀大陸 自兩岸經濟協議生後12年間 累計減免關稅不足10億美元 近年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 動撤上千億美元 但是台灣當局就單方面限制 大量大陸的產品輸入 其實只是在此叫大陸單方面不斷讓利 結論是 第一,既然台灣陸營 那麼不喜歡兩岸經濟協議 就不如取消它算吧 第二,台灣政府對大陸的表態 要等一個星期才搞出一個回應出來 證明這是一個兩難題 他們想很英的說 說取消就取消 但是又負擔不起重大的損失 他們想很遠地 要求大陸不要取消 又開不了口 可以肯定 如果民進黨再當選的話 這兩岸經濟協議 都很有機會馬上終止 另外,在石樓台時而快評 我會說到 印度月船3號成功著陸 月球南極 恐怕是俄羅斯最商 歡迎訂戶 去石樓台收聽我的評論 大家好,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都可以看得流暢的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謝謝大家